我們看這一題 我們來計算這個四字 那你看這個底有所不同 我現在把這個底換成一樣 就以四為底 這把它換成以四為底 這16是四的平方 這個是四的三次方 所以這個會等多少呢 我底把它換成四的話 底一樣的話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合併了 這是十五分之八 十五分之二十八 那除以這個 這個我平方把它拿上去 拿上去以後 因為這個減了嘛 所以是等於除以十四分之三的平方 那除以的話就等於乘以它的倒數 就三分之十四的平方 我把它拿上去以後 變成十四分之三的平方 那這互號就把它倒過來 那再乘以多少 這二的話拿上去 所以這個是二分之一次方 那六的話再拿上去 這二分之六就三次方 所以是乘以這個的三次方 七分之六的三次方 然後再除以 這是減的話呢 何必要變除 那這個三的話 把它拿上去 變成五分之二的三次方 不過要倒數了 變成二分之五的三次方 三分之一次方 這個拿上去三分之一次方 那三的話再把它給拿上去 這三 變成一次方 那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開始做整理 開始做整理的話 這個有多少值因素呢 有三五分七 這兩個 以四為底 還有二 它這裡面有值因素 共有二三五七 二三五七 那二的話有幾次方 這裡多少 這裡是四乘七 這是二的平方 這是二的平方 加多少 這是二乘七 這是二的平方 再加多少 這是二乘三 二的三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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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三次方 這裡的話有多少 這是二的一次方 所以是二的負一次方 是減一 有二的因素 還有三的因素 這裡有一個三 這裡是三乘五 這兩個三 不過是在分母 所以是乘以多少 三的多少 互一次方 互二次方 互一減二 互一次方 互二次方 它這個是正多少 三的三次方 加三 這裡沒有三 再乘以五的 五的話 現在這裡有個五 五的互一次方 然後在這裡的話 也有個一次方 加一 這樣就沒有了 再乘以七的 七的幾次方 這裡有個七 一次方 加二 這裡有三個七 不過是在分母 所以是減三 那這個通通消掉了 這一 所以這個就要等到 就只有這個有子 其他通通沒有 這個都零尺方 零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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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六個多少 以四為底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二的幾次方 二的二四六 六次方 二的六次方 那二的六次方 就是四的三次方 這個等 這個是等於六個 以四為底 四的三次方 所以這樣等多少 這樣是等於三 或者 你可以把它寫二的二次方 那二跟六 二的話 一定會有二分之一 等於是 等於是六個 以二為底二的多少 六除以二 所以是六個 以二為底二的三是嗎 最後也是等於三 所以答案的話 是等於三 所以這一題 答案是三